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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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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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主判这方面 大家好 我方认为为牧法与庄严 道德在立法层 反映的国家职业 首先 法律是指有理法机关制度 国家政权和保证执行的行为 规划 以法公制国家权力机关 按照联织的致力或修改他 imposed party 议员 计划提出 联会检查 不会调署 最终调阅 平过入国 一性与判断推动的过离世上共有行为的利益 是从一性的判断和潜力出发 出过思维与国际推荡来进行肯定做过 判断的潜力与副的不同 一性的结果自然不同 这就是一性的推行 道果是人们共同生活的种则和规范 出现一性不同 它是一个社会的错误 不变过词 是人们行为的标杆 更是社会的民共同的行为规范 入心中的价值判断 一性过程相同于结果却牵插慢点 而在立法作成中 能够运用自经理性进行判断 跟主持那些能够参与草案提出 变了一个对方表决的立法委员们 全社会的道德 立法委员们的立法 在漫长相处 道德太阳更重要的 庄严是庄重而延似的 正合庄严的法律或是法律体系 中人间兼致起伍 有致于大具备两者作者 一 恢复政府 二 实想功夫 这也是一件法律庄严 最重要的 而我方认为 法律中的公司与正义都源于道德 首先法律中的正义 必须源于道德 正义是规政的对着命运的道理 而法律中的立法 也不能进行 在这个世界中 若有强诚是遵循三界法律的立法 而我们法律需要尊重今天的道理 强调辅助弱势群体的关系 多劳多德是社会分配的立法 而我们法律需要尊重今天的道理 通过各种损罪对社会改善的技巧 再不为 正义不是从政策的前提创断出来的 而是由人的心中和共同的价值 才协议得出来的 这些共同的价值能够成为道理 它是正义的基础 维持着法律的方式 其次 一个庄宁的法律要自造公平 法律中的公平 几天在任何人犯大和公民受到相应的惩罚 王子犯大也就是公民不罪 讲的就是法律变弃的叫人人平等 而道理我们确定了人人平等同时人的主义 在古希腊 人人平等是雅典之邦男性共民之间的平等 奴隶女性无外向的合伙 王子犯人 就算到了二项期 人人平等也仅仅只是白人男性的平等 女性和其他种族也无保存在内容 时至今日 不分国界 不分种族 不分性质 人人平等 才成为了世界人民的武术的真假 虽然人人平等中的人的概念不需要改变多 但只要符合了那个时代的道理 就不会影响法律公平的时间 此时也维护了法律的庄严 当然 同意需要理性 理性保障的是乘法上负负 保证罪犯受到阴影的侵犯 可见 道德的决定内谈是定性是主要 理性决定量 定量不次 第三 跟社会的面前 法律也在不断的演变 在这个过程中 道德也决定了法律的方向 在男尊女非的时代 法律的庄严就是男性的经验 所以根据法律 男子一同修出就可以接受一段婚姻关系 而在性别平等 今天 法律的庄严就是平等的体现 所以 依据法律 夫妻双方需要平等的协商 来接受活动的关系 因此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当队出自己的呼声日见高涨的时候 无论实体法委 还是立场机构 都不会把其道而行之 道德确定了法律的演变方性的方向 血暴法律在不断变悍的措施中 依旧不够保持庄严 从上回 道德比理性更具有普遍的范围 而法律庄严最重要的正义与共同意 来源于道德 而在立法中的道德既是依据各种方向 更是法律庄严的重要目的 所以 为了为父 法律庄严 道德地理性 派出更方向这些人 谢谢 谢谢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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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标准是什么好像有听到 正义与公平的来源 正义与公平的来源 那为什么这归属你的标准 难道法律不需要正义 法律需要很多东西 法律也需要去惩罚人 不可能我们就讨论惩罚 所以让同学请你告诉一下 有哪一个人告诉你法律的精神价值 只有正义与公平的 正义与公平是最重要的 不可能你说我就信 难道这不是大家的普世价值 那我可以告诉你法律最重要就是要 惩罚手段必须要合理的惩罚 是不是按照这样的逻辑 我讲的你也信 不过没有关系谈你公平 请告诉一下按照你逻辑你的公平 是必须要怎么样 符合这个时代的道德 符合这个时代的道德 那所以不符合时代道德就不公平 不符合这个时代道德我所认你的公平 就符合 所以公平就是符合时代道德 不符合时代道德就是不公平你的公平 你就是标准标准就是道德 这叫循环论证吗 叫我讲论证 事实就是循环 感谢你的回答 别有关系我再请教一下你了 请你告诉我一下 今天道德应该是反对不劳而获得活法 那请人下社会福利 怎样在道德的标准下产生出来 那是现在要尽用这个是清理的道德吧 所以对方同学 请你告诉一下你的道德是随着时代不断演变 对不对 好谢谢 好谢谢双方便有 接下来将有请款方依便 为我们获得利论 值得为四分钟有请下一个封测试 下一个封测试 出品性法学家邱行龙曾经说过 在法学家的典中 没有法律只有法律 在执法者手中 没有法律只有法律 而法学家的使命就在于 将法律的理性变成理性的法律 交到执法者手中 谢谢主席大家好 开宗民意 唯物指的是捍卫与保护 法律则指是通过国家公共权力强制 实行的成文条规 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益 以及维持社会的秩序 最基本的法律体系有三种 即民法行政法还有刑事法 而根据中国最大的法律咨询网站 法律快速的整合 法律庄严之处在于 独立性严谨性科学性 以及实用性等法律精神价值的彰显 理性包括三个层面 即为事实层面方法层面以及价值层面 事实层面是指人的控制 约束世界亚异情感的潜能和思维功能 法法层面是表现在人类透过理论推理和系统分析的人实世界 亚里斯多德曾说过 理性是概念判断推理 价值层面的理性表现为一种精神的追求 如自由平等和正义 这一点可以通过最早将法律与理性联系起来的人 也就是波纳图所主张的 法律是维护以理性为基础的证明的手段 道德是一种社会历史形态 是人们共同生活以及行为的最高善恶的标准规范 要维护法律庄严 究竟是道德还是理性何者扮演的重要角色更重要 就要看何者在立法中更具广泛与主导的地位 就此标准 我方将展开两大论点 以保护法律的科学性严谨性 理性及其道德在立法体系中更具广泛的地位 英国法学家科特就那么说过 法律是一种完善的理性 他解释并修成文法 而他只与理性相伴随 为了维持社会的秩序 立法的形式应该更具多元化的 以便能完善人分行为的准则 三大法律体系中的行政法 便涉及了政府行政机关在法律具体世界上表现的决定 其中包括了户籍登记 土地登记 停止建物使用 停止营业等各类罚款 这需要的是人们更有系统性的分析 也就是所谓的方法理性的推断 而不是心中道德的指标 民法中则强调了 社会调整特定的财产和人生关系的法律 规范总和 无论是其中的消灭时效 还是无因管理 都说明了 与道德无关的法律条文 正在理性的基础上 鉴定而行 道德如何在维护法律中 也让政区广泛地位大为对方要论争的 二 捍卫法律的独特性和实用性 理性比起道德在立法的决意中更具主导地位 以德治国的社会主义说 遵守法律只是我们最低要求 而高山的道德价值观才是我们最高的追求 由此可见 法律的定位是帮我们划清作为的最低底线 而非要求人们去追求智山的道德标准 法律要在理性的论据下 抛开道德的约束的世俗 从实用主义出发 选择了独立性 不以道德者的意愿和眼光去检验社会真正的需求 这才能维护法律的状元 例如 按照道德价值观 人是应该珍惜生命的 但是要解决阴间成运的社会问题 我们必于无奈在理性与道德的挣扎中 选择被理性主导者 在特殊的状况底下允许女性堕胎 以解决社会问题 在座的各位 人类社会正在法与非法 罪与非罪 御图与交样中 唯有认识到 以理性为主 夫之以德 才能使文明的眼镜摆头钢尺跟进一图 谢谢 她是狂于杀人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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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对方便 所以说对方便 我是认为职业杀手 是一群天生善于杀人 乐于杀人 感于杀人 达到她杀人的目的 她会理性的制定 哪一步杀人计划 会理性的选 对方便 我在质询你 您不能打算我 因为你放在去 不好意思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我今天欠你一百块钱 我还你一百块 你觉得这是理性吗 这不跟理性有任何话 所以我欠你一百块钱 我不还你钱 这才叫做理性吗 对 所以说对方便 我今天怎么也不要回答我 那我就想请问你 我偷你一百块钱 你要惩罚我多少钱 这才叫做理性呢 你偷我一百块钱 对啊 你要惩罚我呀 你要惩罚罚我多少钱 才叫做理性呢 以独立性严谨性方便 对 可是您没有给我结果嘛 你没有给我结果 我想我偷你一百块 你又要再打断我了 我才知情您 我偷你一百块钱 我偷你一百块钱 法律肯定不可以 只罚我一百块钱 因为他对我偷这件事情 不要惩罚 所以说他给你罚多不一百块 请问你要用理性 界定他要罚多少钱啊 对方同学 这就是我们要 你理性这么好 你为什么界定不了呢 看下对方同学 你怎么给我回答一点点 我们需要靠理性去判断 你的尺度 到底是 对 所以请我们判断 你这个尺度要到什么成果 拖一百 拔两百 还是拔三百呢 对方同学要 他一直在哪个国家哦 对 所以说请问你再 马来西方四倍 谢谢 超方便有 接下来相邀请团 方科院 对方学习学习 教育内容 作出小节 时间为了 空中 有请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其实对 今天对方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他直接告诉我们说 直到有经过思考判断 就能同于理性 有所谓 理性不仅仅如此 我们会说今天希特勒 还会这么狂热 还有经过策划 我就告诉我们说 希特勒是理性的吗 不是的 理性还有一个层面 叫做是非判断 在是与非里面的时候 我们说 只要你有懂得 会判断是非的时候 才叫做理性 所以对方不能把一种狂热 或者对方说 职业杀手 他是理性的 但是各位 在是与非的判断 他无法判断是非的时候 你还能够说职业杀手 是理性的人吗 请待会对方交代 下来了 今天对方还有一个 极大的严重错误 开始告诉我们说 法律造年如何章节 叫做公平与忠义 那我刚刚就好奇了 公平与忠义 是只有道德 才能够彰显的 而对方说 是 我有源于道德 才有公平和忠义 但是我不很好奇 既然法律体系 下三大体系 有行政法的体系里面 行政法许许多多 土地等等 申请护照等等 和道德扯照任何关系 没有关系道德 为什么从来没有人 去谴责这种行政法 不忠义 不公平呢 所以看到了吗 今天对方 其实他就是在循环认证 他只是告诉我们说 今天要公平公正 就等有道德 那对方文方 是不是能够举到例子 就是说 今天你要公平公正 也是需要理性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 它更重要 所以当然 我们就不能这样比 我们应该要比较的是 到底理性 它在法律范围中 是否更加广泛 因为我们发现到 这是许许多多细节 是道德上无法去判断的 一个法律的行程 它有许许多多细节 如果连细节都不法判断的话 我们说这样的法律 是能够庄严吗 所以对方待会要论证的是 如果道德只是与善恶的标准下 细节 对方要如何交代 而且我们说 天理性更广泛 原因在于 它可以顾及细节 而且它是占据独岛地位的 占据独岛地位的 所以更重要 谢谢 谢谢大家好 今天对方一遍始终达断 我发思辨 因为对方没有 我不敢回答一个问题 其实理性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具有方向 就好像一个杀手 他可以因为冲动而杀人 但是如果他成为一个职业杀手 成为一个连环杀手 那么他就要绞尽脑子去想 我如何不要被制裁 我如何不要被抓住 我如何去反侦查 这也是人对于一个理性所做出的判断 一个人如果没有逻辑 一个杀手如果没有逻辑 他很简单就可以被抓住 而这不仅仅是理性对于 善恶没有判断的这样一个标准 就好像科学家 牛顿认为力学是这样的 但是在这之后 会有其他的科学 像爱因斯坦的科学 就会与他产生一些矛盾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牛顿的没有理性 因为他手中的事实不同 手中的实验结果不同 手中观察的那样一个数据不同 也导致了他理性判断的结果不同 这也就是理性的一个特征 不同的人抱着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基础 使用理性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这才是理性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其次对方没有说一个法律要实用 法律要细节法律要详细 如果没有理性的话 这个法律就没有办法进行详细 对方没有说的非常的对 因为一项法律如果要实现它的细节 那么就必须要用理性去仔细的衡量 可是对方没有在讨论这个的时候 有没有忘记一个前提 在我们讨论今天偷东西要 罚100罚200还是罚300的时候 对方没有有没有想过偷是错误的这件事情 到底是谁决定的 就好像现在人类的价值不停的在变化 同性恋的这件事情也从原来的错到原来的对 这个就是几千年来人们都有理性 却在近十年来才得出讨论的这样一个想法 对方没有解释为什么人始终有理性 可是这个时代讨论的内容却是惊人的一致 惊人的相似 这个时代讨论的方向也是浪漫的清晰 所以这就是道德进步的方向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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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请教对方 今天杀人是理性的吗 杀人 理性是判断的我想杀人 我就如何理性的杀人 想请问对方没有了 你用你理性的正确价值来判断一下 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哪一个更好呢 所以对方是想就是理性 想法当然不是理性 但是如何去实施才是理性 问你的就是您理性 既然有一个很正确的价值 那么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 到底哪一个更正确呢 所以对方就论证了今天杀人 其实本来就不理性 所以对方不能这样子论证 带了一夫多妻 在不同的概念的时候到底随去衡量 您要用您的理性去给我衡量 您不说我们要衡量 您的结果在哪里呢 再说了杀人这些事情是想法的问题 您可以您您说逻辑可以杀人吗 您的意思是这样 好来对方是告诉我说杀人就是不道德 杀人当然是不道德的 就像原来如果原来是一个动物的世界 那么磨肉强食就是道德的 现在就是因人类尊重了这样一种人人平等的价值 尊重了生命是不可侵犯的价值 您是不是要解决一下这个理性 怎么判断出来的问题呢 所以对方说杀人不道德 但是因为别人伤害我情况之下 我可以选择智慧 法律给我的这种东西 对方这样子的法律不庄严 但是弱肉强食的社会 人家就可以随意的随意的伤害你啊 关键啊您不解决那个一夫多妻的问题 甚至您也知道 您做自己的理性比不出来哪一个更好呢 对方今天一夫多妻还是多妻一夫的时候 我们先用理性判断 再来了对方要不要回答自卫杀人的例子呢 自卫杀人就是人家侵犯了 我有权利保护自己了 现在就问您一夫多妻啊 是您要五个妻子 您要五个四个妻子 这个数量上比较重要 谢谢啊 还是说我要取多 我只能取一件事比比较重要 先总结一句 对方就告诉我们呢 所以我们要理性的看情况 就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 法律基于我们这样子的权利 所以它虽然不符合到的 但是还是少年的 您说的理性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 当人们认为杀人这件事情是错误的时候 才会有这样的法律出现 这就是动物世界为什么就没有杀人法 现在就问您的就是 您用理性判断不出来 就是说明他很重要吗 对方只是告诉我们说基础 我今天理性也同样的是法律的基础 所以理性也很重要咯 我理性没有方向 就好像一个人有杀人的想法 就可以运用理性 您倒是需要解决一下基础 基础在哪里 各位我解释很多变了 杀人不理性 对方好不好解决一下自卫杀人 自卫杀人 您方就理性了吗 您不是说杀人不理性吗 所以对方看到我们在理性的思考下 我觉得自卫杀人 当别人伤害我们的精灵的时候 我们误语他这种权利的时候 所以法律是庄严的 所以对方能够认证法律不庄严 那好就问您 您认为自卫杀人 是因为欺贫到您什么程度的时候 才保卫比较重要吗 还是说人家欺害我 我有权利保护自己 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所以不管怎样 这个都是理性思考 所以理性更加重要 对方没有今天把思考等同于理性 请问您思考是人类的本能 您是说因为有人类存在 所以这个比较重要吗 对方不好意思 思考是对方说的 我们说的是判断 判断是与非 推理等等 对判断是与非 但什么才是是与非 这就是你一方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对方 那好况你解释一下 其实所有关注 道德的我们都要立法 因为道德重置还重要 法律是道德的领先 但不证明道德要立法 谢谢 所以其实今天对方最主要的错误就是 他把理性等同于不理性 对方杀人本来就是不理性的经历 难道对方要我方认证 杀人是理性的吗 所以说理性还有包括的是价值判断 判断是非 所以我们说 对方就不能以不理性来认证 我都我方是要以不道德来认证对方立法呢 所以对方是刚刚我们自卫杀人的例子 纠缠了很久 其实我方是想表达 今天虽然在道德底下 我们不能伤害别人性命 但是当别人侵犯我们的权利的时候 经过理性的思考衡量利弊 我们觉得这样的法律有必要 因为他能够维持社会的视据 照顾社会的视据 他在理性当中 占据了更加主导的位置 对方理性主导了道德 到底能不能纳入法律 为什么更重要呢 谢谢 谢谢双方的变运 我们带来来精彩解决环节 从这次来 有请双方三变 对一马方一二四变进行谈论 答辩方只能作答 请问对方二变 您觉得当时的古希腊的法律 它有做到人人平等的公平吗 所以对方 我现在也没有 因为他有事后 不是有事后 不用跟我解释 但是对方的手机 我要弄明白 因为我以前的眼光 还是对方二变不敢回答 没关系 对方四变你回答一下吧 您回答一下 您觉得古希腊的法律 有做到人人平等的公平吗 我觉得他不专业 您觉得他不专业 那你请问您 你一方一变觉得他有专业 他没有说莫害有专业 不要扣我一变的帮走 没有关系 那对方一变的 他说古希腊的特性很专业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他怎么复杂那四个专业 他不是现代法律 他不是现代 所以说您觉得 不是现代法律 就都不专业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 一变 对方一变 你总是 你一方四变自己说 你以为他不是现代法律 所以说他没专业 所以说四变 你的意思就是古代法律 都没专业哦 对方同学不是的 而是我相信我们谈法律 不要谈古代法律 你到底确定一下 古代的法律究竟有没有专业 对方同学 我相信古代那叫律法 跟法律不一样吧 所以说您觉得古代的法律 都不是法律 好对方便有 对方同学 我相信你们 会认为古代的法律 是完善的法律 如果你要在底下的话 我马分送给他 好不好 对方四变 我就跟您谈一谈 所以您觉得古代的法律 都不叫法律 是只有我们现代 我跟您那次才做法律 对吗 我是觉得你有必要谈古代 就能够到现在的 就是说您觉得没有 没有必要谈古代 所以您觉得古代的法律 是都没专业的 还有什么都不是法律 对方同学 我问您的是 您是不是觉得古代的法律 它都不是法律 是我们的变体 有两个字 很关键的维护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的变体 你有现在两个字吗 那方面有问题 你有现在两个字吗 没有 您为什么要不敢看古代的法律 您为什么不敢看古代的法律 已经过去了如何维护 所以我们要谈现在才能够 过去的法律 不公平 就不专业 没有关系 好 请问对方没有 您觉得我们现在的法律 有做到人人的评论吗 几遍 请问对方四遍吧 现在法律 有些国家 有些国家有 对有些国家有 有些国家没有 就是因为 其实他们对人的定义不同 就请问对方四遍了 现在有些国家 对人的定义 就不包括女人 有些国家又包括女人 您用理性解释下 为什么有些国家 不包括女人呢 不懂 您不太懂 没有关系 请问对方一遍吧 有些国家 在人人平等的时候 女性就没有选择权 可甚至大部分国家 女性就有选择权 请您问 用理性判断下 为什么这些国家 要把女人 排在求选择权的自由人之外呢 对方同学 其次那一个问题 其实也好 没有关系 你给我回答一下 我用理性判断下 为什么有的国家 就不给女性 选择权 是因为女性 在身体上少了什么 你看他拿了碰碰 是壮严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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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想要做 可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人 只有去论其中一个警方向上的人 才说他值得尊重呢 所以法律 我们都明白他都是以维护真理为目标的 但是要真正体现起庄严之处 必须要看他上十个特性 好请问针对十个特性去谈 主编 您当今告诉我们今天好的法律 偷钱我们很好 我问你今天偷钱从报道的角度上来说 你是生态犯对不对 对吗 我们现在要判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今天我们谈法律 你偷钱 我们直接下一个定论 你对了跟你错了 这个法律有装免提前吗 就要取决对于正义的判断 对于正义的判断 可是正义刚刚已经解决 所以请问的是 如果今天你判断你个人的 从法律的角度判断他直接说 你对了你错了 请问这个庄严有提前到吗 首先判断了这个行为的行为 有还是没有 好对方标准打四遍有还是没有 如果法律那么儿戏的话 这怎么能叫儿戏呢 我觉得偷钱不要 法律的时候我们直接去判断你对跟不对 所以没有看情况没有量行而定化 就是请问这个法律 存在的科学与严谨啊 不要紧第二个问题 请问对方主编的话 我们今天除了你的对不对的问题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灰色地带 想请问你今天断水电法 它跟道德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如果对方不对都判断不出来 就没有出面 对方没有 我问什么问题 没有没有听问题不要紧 OK我想请问你断水电法跟道德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所以对方不知道 不要紧 可是我们知道 其实断水电法 只是回顾社会 持续运转的一条法律 没有任何道德在 但这也是法律的其中一个极限 所以我们今天说 今天有很多规议设定 但是道德没有办法 误计 但是理性却能够破坏 管放尽 我给你存在 对吗 第一次的问题 想请问你你决定了方向对不对 那我想请问你 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才会说要动养父母法在新加坡 就是因为 以前为什么没有 因为道德在面 道德在哪 像是这个时候才有吗 不是啊 可是 所以为什么现在才有动养父母法 因为人们发现太多的人不遵守 就是这样的问题 现在已经有请正方三变对方 安静 先问一分30秒 谢谢 大家好 今天啊 对方说四变和四变 不正常怎么推动 我说不要紧 当我在问对方的一变究竟时下 等于庄宏严 首先对方一变觉得 他方的四个条件 他就是庄严的 你知道对方四变呢 就改了口 斩丁解解说 不庄严 但我就奇怪了 那林专业足够的德区不专严的在我继续的词服务中 对方便有说他不专严因为他是古代的法律 难道对方便有真的觉得古代的法律都从来没有专严 在当时他们法律存在的时候就没有专严吗 但我问对方便有为什么不敢看古代的时候 对方便有说因为我们这个维护两个事 维护一定是现在的法律 可是古代的法律在他当时就不需要维护的吗 在他当时就不需要有尊严了吗 在当时就不会庄重的吗 因此今天对方是不敢看 因为他也知道在古代的时候 能不能道德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而道德才是决定一个法律是否庄严的基本 我们说确保法律叫庄严 这两个点是最重要的 他就是要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而公平就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 人的概念是不同的 而今天我们却看见 即使这些人的概念是不同的 但是不同的法律却保证了他法律中自由人的 自由人的人人平等 他也就维护了其自己的庄严 而今天队友不停让总统说啊 在要我们论证 要让他们的这个理性去论证一个法律 如何做到人人平等这些细则 让对方去恢复了一个重要的前景 谢谢 谢谢大家 时代的命题有时代意义 如果我们活在现代当中 不考虑现代的法律反而去追究古希腊 有意思吗 所以待会对方反显一下 首先我们针对对方的法律庄严去谈 所以我们都知道每一部法律都是为追求正义 为追求平等而产生的 但是我们能够说这直接等于你 你庄严的理性吗 不懂了 所以我们就说必须要从他本身的特性 集合了18万律师43天武士论文成 得出一个法律庄严的定义来说 我们要从严谨性 科学性 秘密性跟实用性去谈 所以我们就讲说 偷钱的问题 所以我们如果以偷钱 从道德角度去定义的话 请问你偷了钱就对 没有偷钱就不对 没有偷钱就不对 这对法律而言是不是有点恶戏呢 如果没有看情况没有样子的话 你偷钱该打多少年的话 我们会说这个法律庄严吗 最庄严的事情不提借 第二点从货带上来谈 现在我们不是只有道德的善严恶 有很多东西去违离我们的法律运转的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过去到这些坤色地带的话 请问了法律的完整体系如何建构 理性能够帮助你建构 第三点从独立上而言 对方今天到时候我们说 今天道德影响我们 可是我们看到 如果法律是跟随着道德的转变而转变的话 这还能够维护其独立性吗 独立性上市人的法律 我们能够说它好吗 第四点实用性 接下我们就谈说 如果今天为什么会有奉养父母法的出现 正是因为我们审视了如今社会的需求 我们才会说我们要奉养父母法 孝顺一直存在的 但是正过理性后 我们才能够把他归纳在法律中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看到了 反业时机的自由动作困结 双方可持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能够变手的发言次序 时间和技术 能够从限制 以交点形式 自己发言 对手无权终止 对手未完成自演论 一方发言时间完毕后 另一方可继续发言 直至生育时间完毕 究竟哪一方可能他为自己的秘乘呢 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双方便有如何选择成功防战 我请正方先发出公式 好谢谢 请问对方便有杀人场面的道理 严不严谨 实不实用 可不可选 可是阴间陈云就改变了杀人必须场面的道理嘛 所以对方同学请你告诉一下 民方的法律在地 民方的道德如何去衡量 户籍管理法的主义管理法等等的法律 到底是非在哪里 是非就是对于社会 对于这样一件东西的判断 您说呀 杀人偿命呢 现在不合理了 我偷一怀疑 是不是说我要罚一下 就是说杀一个人呀 要偿两命 这样再底下来呢 就非常符合理性 因为有怀你有罚呀 断随断间法 你要嘴到的 要判断三和二在哪里 杀人偿命 杀一命 还一命 这应该非常理性 这样你这方怎么不要了呢 来对方平正好 为什么不抬 对方是不敢抬 还是因为还没有状怨 这个法律 我刚不太了解 只有这么多法律 你一方都不敢谈 我现在现在就来问你 杀人 你多多的地方 你逃命 所以你要还那方一逃命 请问这不是很理性吗 为什么现在不要还了吗 竟然是造罗上了 理不理性的思考 所以今天理性思考 过我们会发现 不同的情况以下 我们不要求你强利 应接前进最好的例子 所以总结一句 刚刚我们可以看到 其他的范围 是在我们没有道德可言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法律的覆盖范 需要理性去施設管散 你出来是死刑不理性吗 还是废除死刑不理性吗 你讨理性不是说有一个对错吗 我认为不看情况就废除死刑 不看情况就决定掉死刑 这不理性 那您告诉我吧 您在立法的时候 看的是什么情况呢 就要看一下当时社会的状况底下 到底死刑对他的社会有未射力 如果没有未射力就不用力 如果有未射就力 这就是我们理性看情况的判断 下方请你回答我一下 户籍的问题好不好 户籍的问题 我完全觉得 首先在中国 我们没有觉得户籍很专严 因为它使得很多农民 一半就就进不了城 现在我就问您的是 您要是不是要基于社会情况 您要为什么要基于社会情况呢 您要只是立法官的理性判断 不就行了吗 请举真一下 户籍导致多少农民 失去了家园 相反我们看到 不只是户籍土地 还有今天我们看到 无法今天无疑管理等等 不但得利等等的法律 像道德又去了哪里 您的道德要保护人民权 一不保护就是违法了 现在就想请问 您理性低的这么细连 死刑和废除死刑都判断不出来吗 这房间户籍的这个土地 等等如何跟道德扯上关机 如果没有的话 为什么今天理性干了 对你广泛的重要性 你理性不是可以判断上恶 你又判断人家 要得要死刑呢 你为什么还需要基于社会呢 对吧 我觉得这个行政法 不是判断严禁性和科学性的 您按照道德做得了什么 行政法可以判断严禁性 可是你方的理性不是可以判断示威吗 你方一遍二遍都说了 现在就问问您 哪一个是事 到底废除死刑是事 还是不废除死刑是事 首先你谢谢法医 行政法那个裸房 我想请问你判断善女二 难道不是民方主编 搞道德所派出的标准吗 对啊 所以说您也知道道德是基础 理性是如何误通过这个基础 来判断死刑到底贵不对呢 除了对方的经验 伤害生命 一下是道德的 一下是不道德的 对方请问到底您的道德标准在哪里 您道德 您方也常说道德是认识基础 我们要讨论细节 现在我告诉你啊 道德不解释基础 当大家和道德在讨论死刑的时候 就要去考虑废除死刑 给了一个方向基础加方向 比您的细致目前还要来得不重要吗 因坚承认你告诉 您道德基础在哪里 现在我问您的是 基础加方向和您的细节 给哪一个更重要 为提你的基础的方向 我都反过 请你告诉你判断三恶 如何给我因坚承认的方向 告诉我 我方判断是不是废除死刑 并不是说对错 而是人们意识到了 生命无价 这是一个道德 请问您是用怎样的理性 把生命的价值 发上一个数字 或者说您刚才 只要用理性推出生命没有价值呢 生命的价值最高呢 有死刑就是不道德的 那可是为什么 那么国家依然保留死刑呢 是不是理性判断分析情况 后觉得他有用 所以才保留 请问马来西亚到底 现在有没有死刑 还是在你方的概念里面 有死刑就是不壮严 您刚说死刑不道德 所以烧人场面又不理秀了 你告诉我死刑 你告诉我死刑是不道德吗 那按着你逻辑 有死刑的国家是不是不壮严 可是现在 因为就在这样的讨论中 我们发现以前都有死刑 现在北欧社会没有死刑了 新加坡很少执行死刑 欧美也不执行了 所以这是一个变化 所以是道德引起了这样一个变化 还是理性引起了这样一个变化呢 也就是说道德引起人们 思考生命无价 还有理性引起人们 思考生命无价 对于当新加坡的腾 你是来自新加坡 那新加坡有死刑 告诉你要是管国家 还有没有状怨呢 我方便有问的是 您是用如何用理性来判断生命无价的 那这个告诉我 如何用道德判断 这些不可以伤害生命一直的存在 为什么到现在符合社会需求中 我们才认为死刑应该废除呢 对啊 所以说生命无价这件事情 才是道德 尼方当时要解治 为什么尼方这个法律 出现了这几千年来 就没有人考虑过 没有大讨论 是废除死刑这件事情 而是这件事情偏偏发生在今天呢 发生在今天呢 难道你就告诉我们 法律应该能云亦云去改变 而不是根据情况去它的去留吗 法律跟随人们舆论去改变的时候 请问了它的独立性存在吗 当然是根据情况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人们的道德认为 生命至高无上 所以即使新加坡还没有废除死刑 可是你只要不是危害国家 你就不会被执行死刑 所以说死刑的问题 我们考虑到了道德占于 至高无上的地位 那么就在请问这方面 我充你一百块钱 你已经说了要还 所以请您用万能的理性告诉我们 还多少钱才叫做理性 最理性 所以你还以为危害国家为钱 你感谢你 你也是理性的 想要把您的道德告诉我现在的情况 布泽基生命就是不道德 所以现在所有有实性的国家 布泽基生命他们都不道德 所以要根据人民的讨论 现在问你的就是 您知道马来西亚对于 对于偷多少东西 判断的这样一个刑罚 到底改变量多少次吗 不对话还是没有解释 为什么道德观念一直存在 现在才会有判断需要 是因为你自己导致的 道德观念改变 于是我们就请就不要死 您现在问您偷到 究竟多少金额 您知道吗 所以以前死人无所谓对不对 前人们认为 做好的奴隶就可以换三头牛 这就是对于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定价 可是现在人们意识到 生命制造无上 所以人们才要退出死刑 这并不是人们的人云亦云啊 所以以前的 以前的道德价 只可以践踏生命是不是 在古希腊之后 就是被道德改变了 我们才认为生命无价 请问以前 以前为什么就能退出三个奴隶 可以换一头豪马呢 对我方说 对方你很不道德耶 所以既然在道德官面 伤害生命一直都是不足不可以的话 为什么是因为现在 是不是有理性需要 所以我们觉得 我方如果在古罗马的话 我方很道德耶 因为古罗马有奴隶啊 奴隶不是用来交换生活的吗 所以我们就问你 为什么现在变了 而不是以前这样 为什么我们觉得现在更道德 被除奴隶制度出现的时候 一定是那种道德人士的反弹 可是依据理性 它既然是实行了 就这样请问你了 如果依据你的道德官道 你们有可能会改变 被除奴隶这些东西吗 刚才是道德官先改变了 你有一个理性就能去改变的话 我们为什么被人人平等打了那么多场战役 为什么要牺牲那么多人士才能换来的人平等 对方讲到很好 我们谈那个死刑不死刑已经很总结很多次了 人人平等你告诉我 为什么人人平等只能由你道德做到 已经为什么做不到的 今天对方朋友就一个观点 法律变了呢 原来那个就不装严了 你是这个意思吗 现在法律是不是有漏洞 所以在你刚看来也可以改 是不是现在法律也没有装严了呢 美国国会给予女性投票权力的时候 引起当地社会的反弹 因为我们的道德交集观不允许 所以对方朋友 如果以道德为判断标准的话 请问了女性还有抬头的一天 如果不以女性为准则 人员平等是怎样做到的 有很多种原因 可以是女性思考出来的 可以是历史历史 谢谢 所以感谢你终于退守了 下方那样的同学 您想怎样判断这个道德 随着时代怎样改变了民调吗 而且舆论压力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法律壮严体制在独立性 你的名义被强解法就是说 你告诉你的壮严之中 体现在哪里 并且对方基础不成立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法律很多条文细节 没有体现所谓的道德所在 所以法律的严谨是在于 他的体现能够完全建构起来 他能完全建构靠的是 王法 理性的方方面面俱到 而且对方从来道德不是第一步 因为我们发现 行政法里面 就算不关乎道德还是庄严的 再来的 对方只有指台能够顶顶抬到第一步 可是我刚说更广泛 理性的方方面面俱到 好 谢谢 谢谢 双方便宜 我们会听我们带来了一场 精彩的节目 原来 让我们看看 反方思辨如何对他们的立场 做出总结 时间为止 分钟 有请 谢主持人大家好 其实基本上 我了解对方的逻辑概念 它是告诉我们 古代的法律 践踏生命 可是由它终于空存在 现在从头践踏生命 有些国家选择废数实行 有些国家没有 因为有些国家的道德感 改变了更常废数实行 有些国家的道德感 不改变是他们没有废数实行 可请问一下 对方是从哪一个点去判断 一个国家的道德感 是否改变 如果你要是从 人民的方向去判断的话 那么不好的意思 根据我方的调查 香港废除死刑的时候 是引起当地人民的反弹的 当初香港大部分的人 都是反对死刑的 可是国家依然立了 按照你的逻辑 是不是这个废除死刑的法 在香港当时立下来的时候 其实是一点都没有 壮严感和言的 而且让同学 如果您帮告诉我们不是民调 那我真的很好奇是什么 你的标准是什么 讲话到一个道德的标准 是否变化 靠你吗 我不觉得 如果让同学 您帮所谓的认证立场 只是靠这一句话 所有的法律的演变 都是靠道德 为什么靠道德 不知道 这种认证立场的话 我觉得这是蛮和系的 所以让同学待会告诉你 他就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是民调的话 那不好意思 解释一下香港的历史 解释一下林肯为了废除黑奴制度的时候 引起战争的历史 顺便解释一下 当初允许女性投票的时候 投票的时候人民法韩的历史 如果您帮没有办法解决这一切历史的话 那么不好意思 您帮立场的论议 一定有点暂时不能成立 而另外一直问我方 对于古代法律 我方是怎样建议 它是否存在庄严的 我认为没有 因为我觉得古代的法律 这么不完善 任何一个法学家 都不会有人告诉你说 古代那群法律 人民暴力的法律 去充满这完善的法律体制的 我觉得不 所以在我方的概念 我认为古代法律 不完善什么 没有必要讨论 这就是我方的态度 相当请林肯 告诉我 我来一下林肯 对于法律的态度是什么 只要做到它是法律 就叫做庄严吗 我觉得不 要论证法律的庄严 必须要根据 我方权威所提出的标准 就是法律的四大科学 请问你一下 法律如果没有做到严谨性的话 没有做到独立性 没有做到科学性 以及实用性的话 为什么它存在庄严的 也许你不了解 这四个性的意志 我慢慢陪你谈 这所谓的严谨性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 互系统化的 处理国家等等的细节问题 这是为什么 我方一直提问的方式 行政法民法等等的问题 它无关道的 它甚至在道德者的眼中 很细节很细微末节 道德者不屑去理会 为什么我们要去判断土地 到底怎样去判 为什么我们要 他到底部计管理要谁来管 为什么要判断 道德者眼中 他们没有理由去管 可是恰恰是 这些道德者眼中 没有理由去管的法律 维持着我们 现有社会秩序的发展 那同学 林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林邦用道德者的眼光 去审判法律 这个所谓导致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就是 道德者的眼督是什么 就只有善恶 可是问题社会中 很多善恶当中的 模糊地带 道德者眼中 是没办法兼顾得当的 可是这过程中 兼顾得当的 这个灰色地带 却是法律最需要做的工作 法律所必要做的工作 为什么林邦谈法律 林邦不看法律的 必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只是不断问我们 法律到底是否完善了 我们的道德感 法律到底是否有符合道德 法律是否不道德 林邦问这样的问题 基本上我刚才觉得很无奈 因为你刚才不是在谈法律 你只在谈道德而已 所以要谈法律 我们就要了解 法律的精神跟价值是什么 我方认为法律 首先第一点独立性 它不可以人领域 不可以随着社会道德改变 就是随时改变 这是为什么我方认为 苍几合法 话语它的中央 就是存在 因为苍几合法 话语 的确解决了 当时的社会问题 哪怕苍几条件 在林邦里无不道的 而言谨性就是 所谓道德的人 眼中不屑评论的细节条 我们也必须去管 这就是维持社会体系的整套法律论述 隋道的同学 大家我的结论 请给我交代一下 为什么用道德者的眼光 去神叹法律 这是法律庄严的体现 为什么林邦从而到尾 只谈道德 完全不告诉我们 法律最应该做的工作是什么 只是告诉我们法律的演变 属于道德演变而已 请问一下林邦有论证 林邦立长吗 我觉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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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为四分钟 我请 谢谢 谢谢主席 大家好 同性恋合法化 土国合法化 仓气合法化 这就是今天对方没有认为的 法律的灰色地带 可是我想这些灰色地带 并不是从人类出现法律开始 才就是灰色地带的 它为什么从一个不是灰色地带 变成是灰色地带 对方没有 你要用理性更能解释 我们觉得为什么仓气合法化呢 是因为有一部分人 无论接受了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为什么觉得土国合法化呢 因为有一部分人觉得 土国对社会的危害并没有那么大 我们为什么认为 同性恋合法化呢 是因为从刚开始 人们认为要传言下一代 要补育下一代的观念 已经变成了我是两个人 我可以自由选择我所爱的伴侣 无论它是什么性别 所以请问您 这样的法律的灰色地带 是怎样从不是灰色地带 变成现在讨论的灰色地带 以至于今后又不是灰色地带了呢 我方认为 正是因为有一部分人 他的道德变了 所以说才推动了 这样一个灰色地带的讨论 这就好比这方告诉我们 香港现在不要废除死刑 可是对方你没有看到 北欧国家都废除死刑了呀 美国虽然没有很多州 没有废除死刑 可是很多州的死刑 几乎不在执行 这是为什么呢 这正是我们说 北欧社会比较先进 美国社会比较先进的年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香港新加坡的社会 正在随着他们的社会更加先进 我想香港社会的人民 反对死刑一定不是在今年 一定是在很多很多年 或者五六年以前 所以说民方还能确定 现在香港人民的心中 每个人都要坚定 杀人犯逼死无疑 杀人犯人头落地 我们就应该欢呼去 不是这样的 法律中的理性 一定要受到道德的支配 因为理性是没有根据 没有方向的 对方便 因为如果说希特勒是一个狂热分子 我刚才已经说了 一个理性的杀手 他不可能是一个狂热分子 所以即使不谈一个理性的杀手 一个国家的执政者 他可以通过修改宪法 使得他自己长期在位 这个人就是埃及中宏顾尔西 我们不觉得他是一个不理性的人 可是为什么他的理性 在一个左右的道德 在不是人们共同任何的道德面前 就走向一个棋笔呢 对方便 你要告诉我们 顾尔西每一个国家的执政者 都是一个执政对于执政狂热的 对于都是一个极端狂热 极端不理感性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才说 一个道德必须要支配理性 所以我们才说 在立法的过程中 道德理性各司其职 道德提供根据 理性提供思考 可是理性提供的思考是什么呢 是要筛选 打一些道德 我们要拿出来确定法律 打一些道德 我们觉得不够严重 我们觉得如果人们轻轻的触碰一下 也不至于威胁这个社会的时候 我们就暂时先再来讨论不过来立法 缅甸的领主领袖昂山素季 上个礼拜访 访问新加坡告诉我们 一个民主社会 你要怎样立一条法律 如果对方没有认为 一个民主社会 一个民主政府 永远是对着你好的 那么就可以去立你的这条法律 可是你立的这条法律的时候 你一定要听人里的声音 如果人民反对你 人民不支持你 那么你就要接受批评 接受失败 因为此时你要做的是 先让人民正同你的观点 先让你的观点 变成人民的共同价值 对方便你不要忘了 昂山素季用了20年的时间 去做这件事情 他做这件事情的方法 不是提升自己的理性 他做这件事情的方法 也不是提升缅甸全国人民的理性 他做这件事情的方法 只需等待一个理性的事 只需等待一个民主自由 走进缅甸人民的时机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可以说 缅甸军政府 地级土豪瓦解 直到现在民主自由 深入人的心中 他可以推行民主政策 所以我们再说 今天一个立法者 如果他有再好的观点 如果他不基于人民的呼声 他也是刀斩原主 因为法律基于道德 而道德源自人民 法律毕竟是人民的法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所有民主 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这场比赛到这里 已经好转热了 最近好久更能赢得民主 进来呢 请大家示意回答 接下来将有请民主 人口下 并想表辞最佳电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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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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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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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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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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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谢谢大家 因为 因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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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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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就有一点两个鼓势的鼓势来这样子 然后 OK 拜拜 不知道张承宁原始至女士 这样子的环节的我 我觉得 我可以接受 反方的耐 好 但是 回到去居中的那个决选票 我会觉得 反方的攻击其实很多时候 建立在他好像要打A 但是打A他们可能没有打完 然后他要打B 打B但是他也好像没有打完 所以到最后 我们为什么会难平 是因为他真的很取决于个人对于什么叫打完的定义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当然我觉得这个题目 回到去赛子里面永远是正方做最后的总结 我比较能够接受正方有完架构完整的 所以 我不是防守也好 被挨打也好 被挨打也好 他还是守住 所以我还把那一票 送回来 放 他说给正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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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好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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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票 打給正方232分 反方250分 有反方獲得一票 最後一票 打給眾方339分 反方319分 有眾方獲得一票 最後一票 打給正方獲得一票 打給正方獲得一票 在公布總結套之前 先讓大家公布一下本場這場獲得 大家耐心等待主席還有成績 然後本場這場獲得也出乎大家意料 因為也是我們這麼多場比賽以來 第一次三位最佳選手 由平生人決定保留三位最佳選手 第一位是中方4遍 第二位是反方4遍 第三位是反方3遍 第二位是反方4遍 好 接下來將會為大家要報告 結票的成績 好 同樣的評審們的視訊 我們先後 第一位評審投給了正方 第二位是反方 第二位評審投給了反方 第二位評審投給了反方 第三位評審投給了反方 好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我們剛剛的評審 非常感謝 今天大家都很關上 謝謝 重要嗎 按帶招致 完全呢 也是 也許 penetra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